上海的许新对上宁波的延 延安比许新年纪还小 对 还要上比赛 一般不是很强 但是呢 他打球 就你习惯是这个套路 我就是压着你这个套路 不让你转 那么这些都能力也很强 然后测开来以后 满台跑 非常难受 延安的父亲叫延永国 是那个北京女队的教练 对 他球所带的侧选 是 现在呢 他改过来了 就碰到许新这个挂冲呢 他基本上是奥三英 从这个 左面朝右面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许新必须要加什么呢 因三奥这撇出去 这样的话呢 让他跑过去 就上手以后 没有取得主动权 那么你就必须要立刻转换 所谓转换就是什么 他转换了以后 这种压制 包括这个打套路的话呢 对许新来说 有很大的好处 就你要朝前面顶到顶尖选手 你所有的 完全是他在上升途中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好球 这场球 我认为是很有看头 这场球我认为是很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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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再反击 不让他拧起来 还有 还有 过来 有了 许行这个条 他是哪一点 前面这把做的对的 那么就后面把跟上 如果前面这板处理不对的 起点不对的话 要加劲量 如果碰一板的话 第十二 延安是又拿一分 许新的发球过来以后 延安的准备很充分 反而许新这边没准备好 这个球刚才是 实际上打到台边上了 这样的话随着 这样的话区分上 他一比零领先于许新 延安和许新第一局比赛中 许新完全是有机会的 攻击力没那么强 现在他们很清楚 像被攻势一样 这个不是坏事 因为他还没有完全适应 一定要把路子打出来 一定要打得明白 现在他们破的节奏就破他这个节奏 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支派运动 就包括马林和许新都是一样 上手 这个球一定是他们主要方向 好球 过去许新是第一板接球以后 第二板甚至第三板 这辆你的时候 你没有可能马上撤开来 那么大概你要在静台 要强将 因为失误方面许新比较多了 上亿竞 目前很多的深海球运 把他放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上 另外他也作为后部队员 他是拿到了世界冠军 但是还需要在心智方面更多磨练 你想像个小狮子样 必须自己出去找尸 那么这个换过来什么 换他再回到反手 然后他车身就车过来 对方你看这种机会绝对不给你 只要你反手 很快你看 刚刚8比4领先 一下就8比 是 哇 那比赛一直输给他 他的马龙特别有心的 颜领先了 9比8了 特别高 他打的内容非常精彩 我们一直说乒乓球实际上是三大 之前延安那个丢分 其实他自己是有一些想法 但是没博成 那这样的话许新 好 那么在前三局过后 目前许新是一比少的出路 所以必须迫使许新 要把自己技术稍微 不够 不是很强 现在这个经验 包括他们的一个传统 就是反手管弹得好 嗯 包括女线的张一银的什么都是 张一银啊 郭颜啊 包括先安那也是这样 他他只不过是现在在反手基础上 他把这种 完了以后你再干后面就一板一板来 对 那么你就必须要找什么呢 找抢弓的路子 所谓抢弓路子就是你上手质量必须要高 而且许新的这个盐 在这种 这种强度的对抗当中 你稍微游一下 对 这个显示很清楚 保守位置要靠前一点 漂亮 所以我们刚才在说 老会的这不自觉的找到这个位置 这个好球 这绝对好球 高质量的揭发过来之后呢 双方的前四局打成了2比2平 跟第一盘王立琴打马龙一样 也要进决胜局了 这非常严 那么对许新来说的话呢 他过去呢 是打通了他自己的一套路子 那么现在打到高水平的话 有时候你没有路子可以打通 就互相制造难所 这场比赛的第五局 许新先发球 也是只打7分 好球 但是他的左脚 对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有点伤 他的腰有点伤 今天上午我碰到他的教练 有时候像兄弟 有时候就像孩子 尽管年龄差的不大 但这种对自己学生的爱好关切 真是比赛当中主场 他们多一场 对少一个主场 其实目前争排名赛 就是争一个主场优势 对对对 他打完了以后 就开始进入市警赛的集训了 对 另外我们也知道 每年的一月中下旬 我们希望尤其是像这样的年轻队员 能够尽量去避免 很相似 就是实力越强 能力越出色的队员 他们的每一年的参赛 发球怎么样 肯定你 这篇而且拧成了 走高手打的话 这个球经常容易下往 6比4 回球出去 这样的话 在第五局的决胜局中 7比4 延安是战胜了许清 许清是输的 有点欲问啊 是 三组一领先 后来被这个许清反到市警三领先 反领先 那么最后这个四分球是延安 延安的事 《词曲域》中文字幕后来发声